我与顾云舟成婚六载 他年少时的白月光和离归家 下了马车便梨花带雨地扑向他怀里 不见他避险 小舟哥哥 你还在等我吗 连我疼了一天一夜才生下的儿子顾锦 也拉着他的手哄道 宁宁姐姐不哭 我跟阿爹给你撑腰 我剪烂给顾锦做好的冬衣 丢下一封和离书 趁夜离开 后来扬州大雪 我捡到一个饿晕的小乞丐 那小乞丐竟跟我眉眼别舞二致 他拉着我的衣袖叫我 阿娘 阿娘 我爹是穷秀才 与顾云舟成婚时 他家已落魄许久 家徒四壁 我们也算得上是门当户对 他带我一向冷淡疏离 直到我为他生了锦儿 他再朝围观之后 我们才像是真正的夫妻 日子过得平淡安稳 如果这样下去 没什么不好 可顾云舟的白月光和离归家了 周锦宁 曾与他有过一纸婚约 也是他年少时念念不忘的心上明月 我之所以会知道这些 还是在顾云舟交三岁的锦儿读书 我去给他送梨汤时听到的 锦儿一向调皮捣蛋 从他长读的书里 竟翻出一支蝴蝶钗 我见过那支蝴蝶钗 却连碰都碰不得 锦儿在他怀里 乃声乃气地问 这是谁的呀 是阿娘的吗 顾云舟叹了口气 不是 这是一位名幻周锦宁的姐姐遗落的 她自小粗心 落下东西从不记得收起来 锦儿笑起来 那跟锦儿一样 顾云舟教她写周锦宁的名字 你可不能学她 锦儿 日后长大了 你要给她撑腰的 她说出周锦宁的名字时 似在舌尖绕了一圈 温柔浅犬 我提着石河站在眼下 忽然而至的大雨把我都浇透了 多么讽刺啊 我的夫君教我的孩子给另一个女人撑腰 她带我疏离 原来也不是天性使然 她只是不爱我 长街上有一辆马车停在府前 周锦宁从马车走下 她梨花带雨地便扑向顾云舟怀里 我的夫君一向支离手里 此时此刻 却不见她有任何避嫌举动 小周哥哥 你还在等我吗 良人不是良人 我知道错了 顾云舟仔细擦去她眼泪 轻声安抚着 不知道说了什么 便哄得她破涕为笑 三岁起 便对我经常冷着一张小脸的锦儿 小小一团站在他们中间 用肉乎乎的小手牵着她 宁宁姐姐 不哭不哭 我跟阿爹给你撑腰 顾云舟给锦儿使了个眼色 锦儿便脆生生地叫了一声 阿娘 我疼了一天一夜才生下的儿子 竟在她父亲的侍宜下 叫别的女人娘 顾云舟满腹的人意道德 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他们站在门外 却更像是一家三口 就连我身旁的管家 都堆出一张笑脸 忙上前去拿周锦宁的行李 我本该向为合格的夫人 出去迎接远道而来的交客 但我只是安静地看了一会儿 就转身回房了 下午的晚膳 也没人记起我 放任我一个人在房里 不紧不慢地写完了和离书 我举着给顾锦做好的冬衣 在烛光下看了许久 看得鼻子都酸了 茶盏里的茶水荡起水波 才摸出一把剪刀 我不善女工 就连这套冬衣都做了很久 不过 白眼狼 剪烂了都不给你 想与顾云州和离的想法 是从我得知 周锦宁要和离归家时开始有的 打从锦儿三岁起 不知顾云州都给他教些什么 他不再黏着我了 我问他时 他说 阿娘 锦儿是男子汉 在做阿娘的小尾巴 别人要笑话我的 直到顾锦五岁这年 我捡到他链字的白纸 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大字 想要宁宁姐姐做我阿娘 我拿着这张大字去问他 他却躲在顾云州身后 我就是要宁宁姐姐 阿爹说了 宁宁姐姐不会逼我读书 不会限制我吃糕 她会让我做许多你不让我做的事 还会跟我一起玩 她才不会像你这么严厉 顾云州神情冷淡 似乎看不见我生下的孩子 在抗拒我 一直以来 在锦儿面前 她要当慈父 我怕她把孩子宠坏 便只能装成严母 到头来 却只落得顾锦的抱怨 可顾云州呢 她在孩子面前 天天提起别的女人 是什么意思 我看着她 眸光喊泪 顾云州却连一丝动容都没有 锦儿还小 你别吓她 第二天下午 锦儿跟顾云州 一起去郊外踏青 回来后 她难得小心翼翼 敲开我房门 阿娘对不起 我昨天不该在你面前说 那样的话 她被在身后的小胖手 突然伸出来 送给我一大捧小野花 五颜六色 颇有雅趣 阿娘原谅锦儿吧 见她哭了 我瞬间就心软了 毕竟 哪有母亲会真的生孩子的气呢 谁知晚上我路过顾云州的书房时 却听到她问锦儿 你阿娘还生气吗 见锦儿摇头 她为给孩子一颗糖葫芦 这是你宁宁姐姐奖励你的 顾锦兴奋地说 宁宁姐姐好厉害 她说只要我把花送给阿娘 在她面前哭一哭 阿娘就不会再生我的气了 阿娘真的不生气了 顾云州捏捏她的脸 等你宁宁姐姐合理回来 我们一起去接她 好不好 原来他们郊外踏青 是同周锦宁一道去的 就连顾锦今日哄我消气 都是另一个女人娇的 原来顾锦不是不想做阿娘的小尾巴 她只是不想做我这个阿娘的小尾巴 我却什么都不知道 还在想着为锦儿做的那身冬衣 夜里熬红了双眼 在手指头上戳了无数个窟窿 而我的夫君和儿子 满心满眼妆的都是别的女人 我忽然有些倦怠 阿爹临死前将我托付给顾云州 我从不知世事的小娘子 努力学习成为一个贤妻良母 是顾云州的夫人 也是顾锦的阿娘 却唯独不再是我自己 我在怎样努力对顾云州 她心心念念的 都是她心间的那轮明月 无论我对顾锦严厉 还是温柔 她想要的阿娘也永远不是我 我五不热那对父子的心 我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 收拾好包袱 我吹灭烛火 走得悄无声息的 没有惊动任何人 趁着茫茫夜色 我动身去了扬州 扬州是我阿娘病逝前 心心念念想要回去 却再也回不去的故乡 这一路上风平浪静 什么盗贼 什么拐子我一个没见着 无比顺利地到了扬州 刚到扬州时 我两眼摸黑 好在遇到了好心的书寺掌柜 见我写得一首好字 破例留我抄书 掌柜娘子还托人 给我寻了地儿住下来 那条长街上的娘子郎君 都很热情 隔壁学娘子 见我不会烧饭 每每都使唤女儿 给我送上一碗饭菜 后巷的刘婶子 见我女工不好 也会常来给我 缝补穿坏的衣裳 离开顾云州后 似乎处处都遇好人 今年扬州难得大学 在左邻右舍的帮助下 我备好了过冬药用的柴火 棉衣和吃食 无以为报 我便去薛娘子家教 几位小娘子认字 结果他们知道了 还要塞银钱给我 以前大字不识的小娘子 出去做工 甚至是嫁人都没差 但现在 会识字算术的娘子 才会被招工 才会被没人踏破门槛 只是平日里 书院都不收女学生 沈娘子 这钱你可得收 先生教学生 都是要收书修的 不然我们可没什么脸 再求你教他们 我百般推辞不掉 我年幼时 阿爹不愿我读书 就会被阿娘扯着耳朵骂 我们家可没什么女子不能读书的道理 后来与顾云舟成了婚 日日都要打理府中事务 也丝毫不得空闲 时至今日 顾云舟都不知道自己的枕边人 不但识的字 还能写得一首好字 我从薛娘子家出来 隔着一堵墙 就是我家 天寒地冻 我看到墙边倒了一个小乞丐 又冷又饿 似乎晕了过去 我才抱起那小乞丐 就见她拉着我的衣袖 努力睁开眼 像抓住了根救命稻草 阿娘 阿娘 我心一软 就应了声 阿娘在呢 回屋后 我脱下了小乞丐的衣衫 这才发现 竟是个小姑娘 她的年纪 似乎跟顾锦差不多 她浑身上下 只有这一身破旧的干脖下衫 瘦得也只剩一把骨头 小姑娘的脸脏兮兮的 我打湿手帕给她擦洗 竟擦出了一张 粉雕欲灼的小脸 似乎浑身上下的肉 全长脸上去了 她生得白 眉心一粒小红质 就像是菩萨坐下的小仙童 我忽然觉得 她的眉眼 有些似曾相识 似乎在哪里见到过 她醒来的时候 我才咬出一碗白粥 她眸光一亮 狼吞虎咽地吃完 又把碗还给我 她迟疑了一下 我能不能再吃一碗 阿娘 我应了她 又咬出一碗给她 你叫什么名字 既然应了她这声阿娘 我就要再是一次 做别人的娘 我不是一时兴起 我要养她 是深思熟虑 或许 还有那股 说不清道不明 对她产生的莫名怜爱 如果不留下她 我一定会后悔 她又是狼吞虎咽 一抹嘴巴 小乞丐 丑八怪 讨人闲 那你愿不愿意 跟我姓沈 我用失手卷 慢慢擦她的手 就叫沈常欢 小常欢 我第一次做娘 做得很失败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话还没说完 小常欢就搂住了 我的脖梗 我不嫌弃 不嫌弃 不嫌弃 她的泪水打湿了 我的衣裳 阿娘 在这场扬州大雪里 她软乎乎地贴近我 像个小火炉一样暖着我 我一人身四伏平 得了小常欢 两人相依为命足矣 一转眼 便到春日 春三月 上四节 街上意外的热闹 一整个冬日 小常欢早就拜访了 街坊四林 她懂事机灵 又嘴甜 没有谁会不喜欢她 就连一直不赞同我收养 小常欢的掌柜娘子 也被她哄得眉开眼笑 掌柜娘子称赞我 阿昭娘子写的一首好字 带小娘子耐心温柔 还生得花容月貌 有谁会不喜欢她呢 就连小常欢都自豪道 就是就是 隔壁的隔壁 寻补房的寻补头陆书 还邀请我阿娘踏青出游呢 就是我阿娘没同意 我轻轻拍了拍小常欢的头 我要跟我们小常欢出去玩呢 跟她一起去好味楼 吃芥菜煮鸡蛋 小常欢连忙点点头 对对对 阿娘要陪我 没工夫陪别人 掌柜娘子扑斥一声笑出来 又看向我们 咦 我怎么才发现 你们这对半路母女真是有缘 连眉眼都近乎一模一样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你们是亲生母女呢 我忽然心念一动 就在这时 不远处传来一阵惊呼 原来是火树银花 落星如雨 小常欢也惊叫着跑出来看 天天 我又听到另一声哭喊 几乎熟悉到令我恍惚 隔着满树银花 犹如天窃 阿娘 我终于找到你了 见我看到她 穿着旧衣裳的顾锦 抱住了我的腿 哭闹不休 阿娘不要锦儿了吗 锦儿错了 锦儿不要别的阿娘 阿娘 你跟我们回家好不好 就连顾云舟的衣裳 也不再整洁如初 她眼窝深陷 眼下一片清黑 昭然 我找了你好久 我不能没有你 五岁的锦儿 也不能没有阿娘 锦 周锦宁也已经被接回去了 她难得对我如此温柔 你不喜欢的人 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 小常欢一直很机灵 见此情况 她跑到我身边 怯生生地拉着我的袖子 无声无息地掉着眼泪 五岁的小常欢 也不能没有阿娘 同是五岁 五岁的顾锦长得人高马大 小常欢被我养了一整个冬日 才终于养出一点点肉 却还远不如顾锦身体康健 顾锦一生气 就大力扯下小常欢的手 你是谁 别动我阿娘 小常欢也不干了 她推开顾锦 指着顾云舟说 你都有这么大的爹了 听说还有个白月光娘 怎么 你们一家子过不到一块去 要不要脸啊 跑扬州抢我阿娘来了 却在这时 我看到顾云舟煞白的脸 她脸上的京剧 就像是见到一个死而复生的人 这孩子 这孩子是谁 我把小常欢藏在身后 难得如此心平气和地对她说 是我的女儿 不知哪个字戳到了她心弦 她几乎是下意识 就把顾锦推到我面前 哑了嗓子 阿昭 锦儿才是你的孩子 这三个月来 她无时无刻不记着你 念着你 你不在 她吃不好也睡不好 一听顾云舟这话 顾锦立刻适时地哭了 锦儿要阿娘 锦儿要阿娘 我叹了口气 又是锦宁姑娘教的吧 这次说了什么 还是一哭 我就会心软那套 顾锦 你是男子汉 不要再年年忽忽地要阿娘了 怀顾锦的时候 她很乖很听话 就像心疼我一样 没怎么折腾过我 那段时间 正逢顾云舟科举 我要打理顾家 忙里忙外 就连生她那日 都是因恍惚 不小心摔了一跤 血流如注 我怎么能想到 我疼了一天一夜 才生下的儿子 会这样嫌弃我 我待她严厉 她嫌我严厉 我待她温柔 她又推开我 说我不如她的宁宁姐姐 我蹲下身子 整理好小偿欢褶皱的袖子 顾锦泪眼汪汪 举着袖子 阿娘 我也要 养一个孩子很辛苦 尤其是顾锦这样 猫嫌狗艳的 操心劳力 却落不得好 不等我说话 小偿欢把她转了个身 别看我阿娘 你爹在那儿呢 顾云舟紧紧盯着我 我斟酌了一下 开口问道 你来找我 是因为周锦宁又不愿嫁你了 当年我爹托付她 她本可以不娶的 直到嫁给她很久后 我才知道 周家见顾家一落千丈 又嫌她一贫如喜 撕毁了从小定的婚约 宁愿把女儿嫁出去做祭事 都不嫁给她 顾云舟这样用功读书 原来也不是为了我 只是为了争一口气 争舟家看不起她的那口气 如今顾云舟平步清云 官运亨通 他们又有什么不满足的 她看着我 你离家半年 就是过得这样日子 阿昭 外面很苦 跟我回去吧 发上只简单插着素簪 衣上洗得发白 袖子上还沾有墨迹 却是我过得 再畅快不过的日子了 我退后一步 顾大人请自重 我已签了和黎叔 今后我过什么样的日子 都跟你没关系了 我一直想啊想 顾云舟要的 究竟是夫人 还是为她 打理一切的管家 如今想来 她是后者吧 今日外面热闹 邻里们都去看热闹了 就连今天清闲的掌柜娘子 方才都去书寺后院了 正巧下了宫 我带着小长欢在前面走 那父子俩 就默默地跟在后面 小长欢熟忍地走进家门 顾锦就眼巴巴地站门外看 屋子里随处可见小长欢的东西 我从香笼里翻出新作的春衫 绣口绣了小长欢最爱的青竹 歪歪扭扭的 她也喜欢得不行 等她换好衣衫 我们就去了好味楼 我要了小长欢想吃的芥菜煮鸡蛋 又点了两盘我们都爱吃的菜 小长欢跟我的口味很像 都是酸式辣 顾云州带着顾锦就坐在我们不远处 看着我们这里 脸色又白了不少 小长欢皱着眉 跟我摇耳朵 阿娘 他们好烦人啊 怎么都甩不掉 我从前觉得顾云州似如玉君子 如今看来 他也不过如此 我站起身走过去 想了想开口道 顾大人说 我不喜欢的人 不会再出现在我面前 顾云州眸光一亮 我温声道 好味楼二楼也有位置 或者你们去包厢也行 只要别出现在我面前 劳烦顾大人了 第二日春雨绵绵 细雨落到地上 溅起一阵萌萌薄雾 整个扬州就被拢到这层雾里了 我打开门 看到门外站着的一大衣小身影 不知他们站了多久 衣裳都湿了 小的那个见我开门 眸光一亮 连忙喊道 阿娘 他把怀里抱得紧紧的油纸包露出来 你最爱吃的豌豆黄 我给你买来了 或许我总是为顾云州 一再地迁就委屈自己 才会让他们误会 爱吃豌豆黄的从来就不是我 小长欢带着斗笠 踩着水花 从远处蹦蹦跳跳地跑回来 阿娘 你最喜欢的大肉包 路过顾锦时 他冷哼一声 亏阿娘养了你五年 养你还不如养旺财 连阿娘喜欢吃什么都不知道 旺财是薛娘子家的小黄狗 很通人性 恰在此时 薛娘子端着盆水出来了 小长欢今天起这么早啊 说完 又看了眼父子俩 端着脏水就泼了过去 阿昭啊 要我说这垃圾呢 就该早早埋了 省得天天见到 还恶心人 我拿着手绢 挣给小长欢擦脸上的雨水 听到她的话 笑了笑 阿璐说的是 我跟小长欢一起用碗早膳 我送她去陈老爷子那里读书 刚过初春时 薛娘子说 城外山上的野菜 长是很好 香春用水超 再加上少许盐和辣油一半 芥菜包饺子 滋味最是鲜美 她说的眉飞色舞 小长欢被馋得不行 恰好我认的那几样野菜 便带着她出了城 回来路上 我又捡到一位晕倒的老人家 连忙和小长 欢送她去医馆 结果医馆的大夫说 老爷子是恶晕的 我看到踏上的老爷子 脸上青一块红一块 似乎早已醒了 此刻在装睡 便忍下笑意 忙让小长欢去医馆外 买了一碗鸡汤小馄饨 后来我才知道 那老爷子姓陈 是三朝元老 还做过太子太父 如今辞了官回乡养老 他大儿子在京为官 二儿子南下京上 只有最小的三儿子 尚未娶妻 现在还陪在他身边 但小儿子以四海为家 不日便要启程 小长欢与他道成了忘年交 他见小长欢天生聪慧 读书过目不忘 且能举一反三 便见恋欣喜 收了小长欢做他的学生 我送小长欢进陈府时 顾云舟还带着顾锦跟在身后 陈府门口站着一位 枝兰玉树的青年 那便是陈府三爷 陈念安 小长欢静止扑向陈念安怀里 似与他对视一眼 才弯起一双姓眼 三叔 陈念安心领神会地抱起他 跟我并肩 低声道 我爹已经在书房等小长欢了 顾云舟脸色苍白 目光从陈念安转向我 他语气尖色 阿昭 你不跟我回去 是因为他吗 我停下脚步 顾云舟 别拿你阴暗的小人心思 去揣测君子 等看着小长欢进了书房 便由小厮来回 府外那父子俩 已被驱赶离去 多谢三爷 陈念安目光温和 不必 是小长欢心疼你 我想了很久 还是对他郑重一拜 陈家三爷 见多识广 交友甚多 说不定会比我 更快找到 我想找的人 我低声道 望三爷原谅 我并非邪恩图报之人 但有一事 实在困惑我许久 您能帮我找到 当年给我接生的吻婆吗 她姓郑 京郊阳村人士 西夏两女一子 听说当年是京城有名的接生婆 我想知道当年真相 还没等陈念安派去的人回来 周锦宁就跟着顾云舟的脚步来扬州了 就在夕阳西夏时分 她忽然出现在我家门口 一见到顾锦 她就欣喜道 锦儿 你跟你阿爹来扬州 怎么不跟我说呢 周锦宁语气略有抱怨 她看不到顾锦眼神里对她的抗拒 小周哥哥 她又拉着顾云舟的衣袖 小心翼翼道 是不是我爹提出的要求太过分了 她也是关心择乱 毕竟我们错过太久了 我 我想做小周哥哥的夫人 周锦宁语气羞涩 眸光亮亮的 似是又回到他们当年青梅竹马的时光 薛娘子磕着瓜子 看得起劲 给我一把瓜子的铜石 还不忘根藏在她身后的孩子们说 记住啊 要是谁以后敢三心二意 红杏出墙 就不用进咱家门了 我一扫把给你打出去 还有那些天天为了情情爱爱的 是书不好读了 还是钱不好挣了 她那小儿子还嘀咕 书本来就不好读 大概是薛娘子嗓门大了些 周锦宁一回头 就看到了篱笆里无数看戏的街坊邻里 顾云州铁青着脸 是谁告诉你 我们在扬州的 小常欢拉了拉我的衣袖 悄悄指向顾锦 顾锦眼神飘忽不定 都不敢看人 顾云州心念一转 就知道是谁 她才看向顾锦 顾锦就慌慌忙忙地跑到我面前 阿娘 救我 我一正 皱起眉头 顾云州在她面前 一向是慈父 短短半载 就让顾锦对她恐惧至此 她都做了什么 周锦宁随着顾锦的身影看过来 她身子一僵 难以置信地问 小周哥哥 你不是已经跟沈昭然合理了吗 你为何还要来找她 她颇有些气急败坏 进而 我们不是说好了 从今往后 我才是你阿娘 顾锦哭闹着喊 阿爹说你温柔 说你会陪我玩 可是从你回来后 你都不是真心哄我 你只是把我敷衍过去 就去找阿爹 我阿娘才不会这样 她每日都会将一多半精力 分在我身上 我饿了困了 衣服破了 在外面打架了 她都会视无惧细地关心我 周锦宁按捺住脾气 道 我是你的婢女吗 你饿了困了 有奶娘哄着 衣服破了 有绣娘缝补 还有你在外面打架 你爹都教训过你了 还要我做些什么 顾锦说不出来 孽如两句 可是 可是真正的阿娘 不是这样的 小常欢悄悄凑近我 阿娘 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 狗咬狗一嘴毛 我摸了摸小常欢的头 没有说话 我知道 那些家里奴仆成群的 当家主母 都是这样养孩子的 我阿娘 却不是这样养我的 她也曾是江南的名门小姐 却在我的事情上 都是亲力亲为 严厉又温柔 我戴顾锦 与周锦宁戴顾锦 完全不同 原来是因为 她心里有了落差 才会后悔 或许顾云周也是一样 做她的红颜之己 跟做她的夫人 是完全不同的 见我平静地看着 顾云周恼羞成怒 够了 你们在这里吵闹 是要给别人当笑话看吗 磕完瓜子 大戏也落幕了 不知顾云周休暮几日 但我想她待不了多久了 陈念安派去的人 快马加鞭 又走了水路 才用了五天时间 就将我要的真相 带回扬州 那是一个烟雨 蒙蒙的清晨 我照旧 送小长欢去陈府 却在家门口 看到长身玉立的 陈念安 她好像来得很早 月白外山上 还沾着露水 小掌欢心有所念 拉着我的袖子 不肯放手 陈念安便温声道 无妨 我出门前 已经叮嘱过 阿爹身边伺候的人 今日小长欢 去持些不妨事 顾云周带着顾锦 救助我附近 是后相留婶子家的空房 我跟她说过 不必担心我 这父子俩来自京城 是官宦人家 白花花的银两 不赚白不赚 陈念安的人 把他们带过来的时候 顾云周眼角似是青了一块 顾锦柔了柔眼 一副睡眼惺忪的模样 他们前脚被推进屋 周锦宁后脚就跟了过来 陈念安的目光很冷 他淡淡道 既然周娘子来了 不妨也进来听听 周锦宁不知想到什么 脸上长得通红 他倒退一步 被陈念安的小厮 反手推进屋内 顾锦惊诧地叫 啊 宁宁姐姐 我忽然想起五年前 顾云周彻夜不归那日 第二天 他是被朋友送回来的 说许久不见 他们叙旧时饮了酒 他醉了酒 又怕打扰到我 索性就在朋友家中住下 原先我并不知道 后来才知 周家次子那日娶妻 周锦宁归家了 还有顾锦出生那日 我平常明明小心在小心 谨慎又谨慎 偏偏还是摔了一跤 我疼了很久 生下孩子就晕了过去 等再醒来的时候 奶娘就抱着 已经清洗干净的顾锦进来了 现在想想 漏洞百出 可我那时 为什么没有发现呢 因为我对顾云周不设防 我怎么能想到 我的枕边人 会对我包藏祸心呢 顾锦是你们的儿子吧 周锦宁弟弟娶妻那日 你彻夜不归 就是与他在一起吧 顾云周 你用顾锦换走了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呢 我的孩子在哪里 难怪从顾锦出生后 顾云周要跟我装成举暗其眉的模样 要给他爹娘恩爱的环境 难怪他要教顾锦叫周锦宁阿娘 难怪我养顾锦五年 他又总是担忧我们太亲近 训我严厉溺爱 原来只是怕顾锦不认周锦宁 难怪 难怪 陈念安看了小长欢一眼 我忽然有种预感 陈念安低声道 正如你想的那样 你的孩子已经回到你身边了 问婆说 那是个小娘子 刚出生时 眉心一粒红质 跟夫人的眉眼几乎一模一样 他天生爱笑 却被亲生父亲丢到京郊破庙 多亏破庙里 其身的老乞丐给了他一口饭吃 他才磕磕绊绊地长到三岁 后来老乞丐见他生得越发漂亮 就把他带到扬州 想趁他年纪还小的时候卖掉他 他很聪明 逃了出来 还找到了阿娘 阿娘很疼他 对他很好很好 他很爱他的阿娘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 我恨得咬牙切齿 虎毒不食子啊 顾云舟怎么能这样 对我的小长欢 他怎么忍心把他丢到破庙 那也是他的女儿啊 我咬牙用力打了他一巴掌 不长的指甲却在他脸上 留下了长长血痕 却仍嫌不够 顾锦被吓了一大跳 带着哭腔 阿娘 他有些迷茫 又看见我身旁明显听懂了的小长欢 死死瞪着他 小小的姑娘 第一次冲顾锦挥拳 不准再叫他阿娘 抢夺别人阿娘 受他五年养育 却不珍惜 失去之后又想挽回 顾锦 你不配叫他阿娘 在这些糟心事里 受到伤害最大的 分明是小长欢 可得知这些后 他第一反应 却是心疼我 顾云舟看我的目光 带着愧色 唯独不见后悔 阿昭 是我对不起你 但我也是为你好 顾家香火不能断在我手上 何况你养着锦儿的时候 不是也很疼他吗 原来 就算没有周锦宁 我们也不会白手 从始至终 顾云舟爱的人 就只有他自己 我冷不丁提起一把扫帚 就往顾云舟身上砸 砸得扫帚尾巴都断了 顾云舟 你枉为人父 顾锦是你儿子 小长欢就不是你女儿吗 一旁的周锦宁 被我吓得一动不动 脚尖悄悄往外挪 顾云舟看着我 眸色沉沉 我不会娶周锦宁了 阿昭 我这次来 本就是为了接你回家 陈念安似笑非笑道 你不想娶周锦宁 怕是不行了 周锦宁和李 不过是周家从中斡旋 一个好听点的说法罢了 准确来说 他是被修了 他被修的罪名不是别的 正是偷情啊 等屋内重归寂静 我丢下扫帚坐下来 方才看到顾云舟 脸上青一块白一块 我还挺高兴的 可现在 我却有些怅然 为何我曾交托真心的 竟是这样一个人面 寿心的畜生 陈念安忽然开口 阿昭 其实还有后半部分真相 我没说出来 周锦宁的前夫 不是听风就是雨的性子 却眼里容不得沙子 周锦宁会被修 是因为桌奸在床了 我只说他被修的缘由是偷情 却并未告诉顾云舟 被发现的狂徒不是他呀 小常欢眸光一亮 三叔 你真促侠 陈念安笑着摸了摸他的头 所以阿昭 你猜顾锦到底是谁的孩子 原来自诩聪明如顾云舟 也会被女人诃骗 为别人养儿子 小常欢有些紧张地看着我 我笑了笑不重要了 一个薄情寡义 一个自私自利 他们俩倒真是绝配 只是可怜了我的小常欢 分明爹娘俱全 却无父无母地长到五岁 我蹲下身子抱住小常欢 汹涌的眼泪落在他脖梗上 打湿了他的衣襟 从来机灵聪慧的小常欢 第一次有了手足无措的感觉 阿娘 我心头一酸 阿娘对不起你 我的小常欢 本来不该吃这么多苦头 他依恋地蹭了蹭我的脸 阿娘也是被贼人诃骗 而且我知道 阿娘很爱很爱我的 我心头又一软 从今往后 我有小常欢就足够了 后来小常欢七岁那年 陈念安游学归来 在扬州落脚 我跟着一位单亲圣手 学了一年画 我的画也算小有名气了 看着我画的小常欢 陈念安说 阿昭的画当真有灵气 我放下画笔 因为我对小常欢 倾注的爱权在画里 陈念安停顿片刻 笑着问 那我何时能得 阿昭一张墨宝 我证了一下 便又听到他继续说 这次我到京城时 听说周锦宁 被顾云舟捉肩在床了 正是顾锦的 那位生生父亲 周锦宁的贴身侍卫 他跟周锦宁 也是青梅竹马呢 顾云舟丢掉亲生骨肉 好养别人儿子的美名 已经传遍京城了 现在顾府已经闭门谢客 我抬起头 三爷怎么知道 是我做的 我也没有多做什么 我不过是在京城 寻人将顾云舟的 所作所为 传扬了一遍而已 我要他名声扫地 自吞苦果 陈念安不答 只慢慢替我收好话 顾云舟在官场 亦有政敌 或许在他看来 丢了个女儿 算不得什么 但是圣人捧在心间的 恰是一位公主 连自己亲生骨肉 都能丢掉的人 何其无情无义 不会做人 又如何为官 所以 顾云舟身上的官职 被一撸到底 周锦宁对他而言 又非助力 今后如何 都是他自作自受 小常欢十六岁那年 太女登基为帝 来年春日 加开恩科 这次硬考的学子 不论男女 小常欢上京赶考时 我便离开了扬州 陪他一道去 十多年没再来过京城 京城还是一如旧西的繁华热闹 路过一家酒楼 我竟然一眼认出了顾锦 他跟周锦宁的眉眼很像 一身锦衣华服 喝得醉熏熏的 听说顾云舟与周锦宁纠缠不休 十分贤恶非他血脉的顾锦 顾锦便被送回周家 爹不疼娘不爱 连周家的表兄弟都不喜他 我给他取名锦 也曾对他寄予厚望 我还记得三岁之前的小顾锦 连话都说不清楚的年纪 却说自己要做明电是非的父母官 我怎么能想到 曾有过那样愿望的顾锦 今后会在名利场里 急急迎迎大半生 他一直想让周锦宁当他阿娘 如今也算求仁得仁 小长欢弯起一双狡黠杏眼 阿娘陪我来京城 三叔会不会生气啊 我轻抚他的发 我的小长欢比任何人都重要 小长欢搂着我胳膊 我知道阿娘也想去游历五湖四海的 只是被我一直牵绊着 若我能高中 阿娘便不必再担忧我 从前阿娘养我 今后我养阿娘 我笑着点点她额头 我们小长欢很有信心啊 小长欢脑袋靠在我身上 老师教了我这么多年 我要是考不中 岂不是剁了她的威名 顾锦若有所绝望下望的时候 只见到一对母女 渐行渐远的背影 明光二年 女帝在电视中 点沈长欢为状元 江照雪为炭花 前三甲竟有两位是娘子 天下娘子无不为之震动 以她们为目标 小长欢穿着状元服 打马游街这日 我坐在酒楼靠窗的位置 给她丢下一块手绢 她灵巧地接住手绢 冲我挥挥手 我展开一张画纸 笑意盈盈 清风徐徐 春光正好